學院在今年1月號的出版,首度加入了三篇程式文學 其中兩篇是關於現代和古代的程式文學 而第三篇就描述了男女交歡的過程 今次的程式版引來了教育界的批評 認為內容過於露骨,低級趣味 就今次的風波,我們找來學院總編輯蕭建韜作出回應 我們想透過文藝版的那次程式文學 我想帶出的東西也是剛才說過 希望大家了解到性的東西不是一個禁忌 是一個帶領忌諱的東西 那你自己覺得,程式和色情有什麼分別? 我自己覺得,也可以是沒有的 其實你喜歡叫做程式文學 我喜歡叫做色情文學 其實這條,怎麼說呢? 其實自然上,大學生 不要怕踩眾社會抵視 或者是怎樣 所謂叫做,我經常都覺得 現在傳媒很多叫做道德塔利班 其實你把自己放在一個道德高地上 然後不停踩人來說 這些很不對,這些很錯 其實這些線型都是自己畫出來的 蕭建韜表示 這次的程式文學 只是文藝版的其中一個主題 而並非學院的固定專欄 校園電視記者,周路達報導